哈喽我现在拍摄一个详细一点的视频 因为上一个视频只是给你看了一下外观嘛 然后今天因为明条发后了嘛 然后想拍一个详细一点的计算视频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看一下配件 配件的话就是这个银钢的盒子 然后里面的话是一些各种东西 然后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本体 本体的话就像上次可以发布的一样 这个是很重测的很好的 我们直接开机 然后首先介绍的配件 配件的话是4G 2G AA电池非常方便 就是商超可以买到的 然后你放电池的时候 然后看好这里这里的话有正负标志 不要把它放发就可以 注意一下就可以 正负机 好这张卡的话就是因为拍了嘛 2Gb的 然后我就放到这个相机里面一起给你好了 好这样的话就OK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池仓关闭 关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池仓是很紧的 并没有什么裂缝之类的情况 很完美 然后我们开机 开机的话 这个摄像头正常弹出 然后因为第一次开机 那需要我们设置一下日期 随便设置一下好了 好 好 那我会看到这个屏幕就开始取向器 开始工作了 这个取向器的话 取向器的话是很干净的 并没有任何的黑点阴影都没有 我尝试着拍一个照看一下 这闪光灯也是正常正常在设的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主要试一下个别按键的功能吧 我们首先开一下菜单 菜单的话上下左右这个键都好用 语言的话可能就日游和英游 这个老相机的话一般都是只有这两种银 然后 上次左右试过的 然后这个键这个键的话是用来 这个屏幕显示的功能的 你可以 你可以使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去向79 也可以 使用这个屏幕去景 然后你可以同时让它显示一些信息什么 然后按下中间这个键的话就是这种设定 这个的话就是尺寸设定 就是这个屏 这个像 L是最大 S是最小 画质 可以说是画质 然后 这个键的话是 回看 就看我们刚刚拍过的一些照片 按下方前键 不要的照片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就在上面上面的话就是个浪费 这个是人像模式 然后这个是景色 冲景 或者是夜间模式 这个是宠物模式 啊 这个点 什么 就是 室内模式 聚会室内 就是夜间 这个的话是录像 那个录像模式 有时候自动模式 好 先介绍到这里 你有什么不懂 可以讲话 OK